公車停路邊 司機竟然超齊掃把 坐是扁乘客 安靜小巴 倒下 前排乘客整條路高聲抗議 說要投訴 司機動不了 氣炸了 嗆要頂鍋肌 來 倒下 倒下 各位快 下來 倒下 後面 來 下面車 乘客嗆司機引爆整車怒火 因為司機前面一盡安撫 他還得理不饒人 原來阿伯不滿司機 從豐原到谷關的山路 開太快害他不舒服 雙方抱口角 而台中北屯這名富人 同樣因糾紛大爆炒 怎麼啦 百貨呆擦骨骰 百貨呆擦骨骰 指著素食店 女店員鼻子狂罵 讓一旁民眾嚇到吃手熟 店家也很無奈 因為富人 時空標罵人 鬧上新聞也不是第一次 你小婚 你是外長嗎 外長 哪一場 我在外面那一場 美金鬧到這裡 我三次就會外 他們吃雜包你 我帶你 給你什麼帶你 上週台鐵區間車上 富人在兩個位子 部門民眾勸導開地圖炮 狂罵車上一票人 同樣吵到叫警察 在台北市士林 福國路 也上演 你搭什麼東西 在我車上 你要把我穿著 快去靠電話 警察有要來嗎 亂停別人租的車位 被迫桑神職泄憤 駕駛有錯在先 但抓到對方小辮子 硬要人家給道歉 為你家的 又叫 我給你歡迎跟你說 去啦 把大甘脈回來了 停這個不行 這樣大甘脈不給你保佑 死或死啦 這樣就會給你保佑 叫警察來沒用 但還有依照能保護權益 提告民事返還不當得利 要暫停者交停車費 雖然錢小 但能讓對方知道 私人車位不是你想停 就能停的 這張座民產山藏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